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咱可以 但是伤到自己就有点打得太疼了 所以我最近在网上一直在找一个神器 据说这个神器特别好使 我们去看看到底好不好使 就是这个 这个在网上学名叫做折叠支架 看起来样子更像折叠臂一样 它和普通的支架相比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它没有办法是夹的 它就这样推开 这个太反人类了 而且它还会掉 是不是我用错了 夹到桌子上试一试 这个夹的真的好难用啊 现在不会乱动了 这个倒是360度无死角 只有这一个缺点 其他之外都很好 这是网上的第二款在人群器 据说它非常好用 可以在很多场景都有 我现在要看它能不能帮我一心二用 这个可以一边放视频一边看 而且不会挡到我的视线 就因为一边找菜服 一边做饭 菜基本上都会糊 但是这个真的就帮助 就不用去找手机 看 它挂饰还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调节也很好调节 并没有很难调 但是它相对于第一款来说 就有点不稳 它会晃的 如果你这样腰很细的话 只要加紧就OK了 正常使用的话 就这么使用就可以了 它既然灵活度这么高 挂在脖子上 躺在床上看 应该也可以 这整口卡在肩上 完全适合懒人使用 第二款神器就介绍完了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第三款神器 您的快递 来了 这款眼镜 这是传说中的懒人眼镜 戴上这个红灰看起来像傻 看不到我的眼镜吗 大眼蒙昧 看是手机 不用低头 真的很清楚 它应该是里面三龙镜吧 一折射 就没有办法面部识别了 这是一款治颈椎病的神器 但这个看时间长了 我觉得这个时长吧 要是看往东看一期 要是看往旧的话 就看两期 要是看到关头视频 就多看几期 这三款神器里面 各有各的优点 这个是最稳定的 这个使用长点是最多的 挂在车座的顶部 就你可以一边坐车 一边看手机了 这个就 你就带着玩玩就行了 然后这个的话 我最推荐 虽然它这个 没有使用长点多 但是它更稳定 这三款我已经介绍完了 如果你们有更好玩 更烈气的东西的话 记得下方评论给我 拜拜 拜拜 最后给大家介绍我 终极懒人神器 注意这个 CV call my boyfriend You don't have a boyfriend 懒成这笋筛 就等着孤独终老吧 我是秦天天 一个逃活技能一流的北京女孩 关注我和我做朋友吧